B-52轰炸机焕发竞标内幕曝光 全数字化机翼演示优势 美国国防部9月下旬发布消息称 罗罗公司获得26亿美元合同 为美国空军所有76架B-52轰炸机 更换新型F130涡扇发动机 美媒最新报道披露 罗罗公司之所以其赢得这份升级合同 关键在于全数字化演示 据美国空军杂志10月7日报道 罗罗北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汤姆贝尔 在一次在线研讨会上说 为了赢得B-52更换商用发动机计划 该公司以数字化方式建造轰炸机机翼 安装上F130发动机已展示其优势 贝尔解释说 该公司将发动机以数字方式集成到吊舱 挂架和机翼中 并对整个操作系统进行动态建模